小朋友拿着主乐器演奏出轻快歌曲 来感谢平时相当照顾他们的老师们 老师就没有很凶都很好 然后就是老师很辛苦要祝他教师节快乐 平时我从读国小的时候 老师就特别关心我们 注意我们的学习状况 然后课业的问题 祝各位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然后永远美丽永远很帅 有时候老师骂我 我觉得老师好坏 但是我又想一想 老师是为我们好 然后我希望老师可以平安 然后不要亏钱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教师节即将到来 南投书山镇秀林国小学生 为了感谢老师平时辛劳 特别举办一场音乐会 由成效的学生利用主乐器演奏歌曲 超出感恩心意 同时由镇长成东木 分发感谢卡以及小礼物 一同欢庆教师节 感谢老师 这一年来 对他们的一个辛苦的一个 栽培跟照顾 那工作准备了一些 不错的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小小的祝福的卡片 虽然是理清人一众 希望这教师节的前期 祝我们的教师节 教师节快乐 很感谢在教师节的前期 我们音乐会来老师 做一个同乐的 我觉得学生表现得比 平常在练习的时候 还要更棒 所以我觉得 能够让他们这样来表现的话 就表现得这么棒 我觉得蛮感动的 看到学生的成长 我们比较感到快乐 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听 他们音乐都是一种享受 那刚好又在这种 教师节的情况下 听到当然更有感触 那希望他们就可以在 就是在平常表现 在这舞台上一样 就不会让我们担心 然后每次都很惊艳的感觉 那真的是 最好的教师节礼物了 能在教师节前戏 收到学生们 这么用心的礼物 也让许多老师直呼 相当感动 也期盼透过感恩的心 来表达对老师的感谢 增进时生之间的感情 借礼顺 南东现场报道